对于今年的中秋节天气,宜蘭地区的民众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受到台风天兔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在宜蘭造成对流现象 所以中秋连续假期都是下雨的天气 甚至礼拜六以及礼拜天都会出现好大雨的情况 提醒民众要注意防范 根据宜蘭气象站表示 虽然天兔台风距离宜蘭还有1000多公里 不过外围环流碰到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在宜蘭形成对流雨因而出现雨势 而这种坏天气还会连续好几天 也就是说这边好 我们现在宜蘭的话 距离它对它那么远 但是我们现在宜蘭地区的话 因为吹得至于偏东北风 吹偏东北风加上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在这地方汇合 所以说在我们宜蘭地区今天的话 有些对流云的发展 对流云发展的起源的话 我们在现在的话 在北边的话 推偏东风到北风的景色 比较至于冷空气 对外台风距离很远 它还是会一些软湿的空气的话 对流云在这边推上来 这两个冷空气和软湿的空气汇合的话 对流云在我们的海面上 海洋又会有一些 比较强的一些对流云发展行程 那行程之后的话 会像我们在台湾方面的移动 也像我们宜蘭那边移过来 因为我们宜蘭地区今天的话 就是会融到这个降雨 很强的降雨带里面的话 可能会有些比较大的雨势 虽然目前预估台风是往西方向前进 暴风半径不会触及宜蘭 不过外游环流却有可能带来丰沛雨量 尤其山区更是会出现豪大雨 民众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向西境行 我们预计的话 它中心的话很有可能在 恒春的南端通过 它的暴风半径的话只有200公里 所以说这边的话 当然在最接近的时候 在21号的时候这边的话 它的暴风半径并没有到达我们宜蘭地区 所以说我们宜蘭地区还在它的暴风半径万年 但是因为受到偏东风的关系 有这代淫风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宜蘭地区的话 反而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所以说宜蘭民众的话 要特别加以防范 当然尤其在南澳地区台西线 比如说是在台西线上 以及台九线的出发公路上面 以及在太平山 在靠山区的雨量的话 雨量都蛮多的 这个雨量的话 所以说要特别注意 受到天兔台风的影响 连续四天假期都是雨天 所以今年的中秋只有在家里过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